大家好 今天开始我们就进入到JS OOP编程方面的最后一个阶段的学习 就是在前面这个阶段 我们主要是讲了一些JS面向对象的一些方方面面的知识 然后就是零散的讲了一些东西 最后我们是讲了一些综合的OOP的一些例子 但是还是不够的 所以在最后这个阶段的话 就弄了一个相当于一个项目史上的一个内容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把前面学的一些知识综合的润用一下 如果综合的润用一下 自己写一个JS库的话 不一定得到大家所有的人的认同 所以我们就 所以这个项目就是参考一下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JS库 就是JQuery 是不是 我们就看一下JQuery里面 怎么样任用我们前面已经学过的那些 JS面向对象的一些知识 这是这个小项目的一个目的 就是说我们把它的东西怎么样综合任用 在学之前的话 有必要对JQuery使用进行回顾 这个回顾不是说进行重复的讲解 只是说为了后面的自己的一个小的JQuery库的一个实性的做个铺定 同时为了输入一个说法 因为有些说法我可能跟市民上说的可能不太一样 是不是 一些说法统一 并且大家听后面的课程的一些理解 这就是这个回顾的目的 回顾的话也比较少 主要是这么四个点 第一个就是软速性质 然后第二个就是多么 JQuery对象是多么对象 一起方法插进的一些功能 所以我就设计了这样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的话主要是就有两个DFA 然后引入了一个JQuery的库 当然我引用这个比较老的 后面我们会来解释为什么这样做 然后就完了这个页面 这个叫做JQuery Test 弄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浏览器里面去测试一下 好弄完了启动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主要是看一下那个JQuery的一些概念 我们都知道在JQuery里面选中 进行一些软速的选择的话呢 大概有这么几种方式 第一个就是这样的 你直接在这里选上一个DFA 这种方式呢基本上是很少用 而且它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呢 这个代码书写的地方一定是 在DOM测测底底加载完了之后 它才会不会报错 如果你写在那个DOM加载之前 比方说你把代码写在这个地方 写在这个head这里 下面的那个DFA还没加载的时候呢 你这种写法的话呢就会报错 这种写法就会报错 这是这一种 后面的话我们自己实行的话呢 为了简单其间就是会实行这种方式啊 还有一些还有选中方法呢 就是这样的 比方说里面写一个函数 就是这样的一种写法 这种写法的话呢 那个JS写到哪里都无所谓 因为它主要是 这行代码这里面的代码 如果你要选中一些软速的话 它主要是运行在那个DOM已经加载完毕啊 因为DOM加载完毕 跟整个文档加载完毕也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DOM加载完毕呢 是在前面啊 它主要的利用了一个核心的东西 就是利用这个试镜 就是DOM Content Load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嗯 知道就可以啊 因为学习击溃的话 大家应该是知道的啊 那么这种方式呢 它其实是等价于这种方式 比方说Document 点Ready 然后在这里面写一个函数 它是跟这个啊 这种写法呢 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 只不过是为了简化 就是使用击溃的人写下简单啊 就是这样 这是选中燃数 那么选中燃数呢 有一点要说明一下 比方说我们不管是哪种 上面刚才说的两种呢 还是这种选中方式的话呢 它返回的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也就是说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DFA对象啊 它是个普普通 它是一个GQuery对象啊 它返回是个GQuery对象 这个地方就要有所思考了 因为这个地方其实这个 看上去像一个函数调用 是不是啊 如果你前面GQuery学的比较好的话 底下就是个函数调用 一个函数调用返回一个对象 是不是啊 该怎么处理啊 这是后面我们会实现的 这是这个 那么是了解了那个选中 然后了解了GQuery对象 与那个DOM对象 对象的一个区别之后呢 我们要了解看一下怎么样取得那个DOM对象 比方说我们这里选的DFA 它是个GQuery对象 是不是啊 就这样你怎么样取 把它变成一个一个DOM对象呢 呃GQuery提供了一个方法 比方说要GET 它输入一个0 就取得那个前面的那个GQuery 有一个包装机 就是选中了所有DFA里面的第一个 当然如果你搞一个-1的话呢 就会到时候第一个 也就是下面的这一个啊 就是这种方式 或者直接这种方式 比方说0或者1 这样它也会变成一个DOM对象 它不是一个GQuery对象的啊 这个刚才输出的结果 你可以看到啊 有所差别啊 这就是一个DOM对象 与一个GQuery对象的一种方式啊 当然说到这里的时候 你要留意这个地方啊 这个普普通的对象呢 好像有0、1 有长度 好像是一个宿主形式的一个对象 是不是 关于宿主形式的这种对象 怎么实现呢 后面我们也会自己把它实现一次 这是关于这个选择与那个DOM 与GQuery对象 那么还有我们经常会用到的方法呢 就是一起方法啊 一起方法在GQuery里面的话呢 它有几种形式 一个是这种形式 比方说你调音个一起 那么这种方法我们都知道啊 这是一个公制方法 也是一个静态方法啊 因为这个函数的话 按照我们情人学的话 函数里面这个出现的方法 可以认为是一个静态方法 因为如果你溜一个这样的一个 比方说这样 溜一个的话 这就是一个对象 是不是 那么这个一起方法 真的是这个行代码返回的对象 而是一个静态方法 我们就回忆 稍微回忆一下那个一起方法 比方说我们现在 它也有一个死力的一起方法 比方说这个地方就是GQuery对象 如果你调用一起的话呢 就是这样的 然后它里面呢 你就可以写一个回答函数 然后这个回答函数 它会给你两个参数过来 一个是那个在包装里面的那个索引值 就是这种01 这是这个 而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DOM对象 它不是一个GQuery对象 这样写 我们也可以印证一下 比方说concler.logindex 然后concler.logexe 你回车一下 你就会发现这是0 一个DOM对象 另外一个DOM对象 这就是一起的一个用法 后面呢 我们也会把这个一起呢 也实行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呢 比较有代表性 关于最后一点的话呢 就是那个插件的 因为GQuery除了它提供的那些东西以外 它还可以进行扩展 对它进行扩展 那么在GQuery里面扩展的话呢 比较常劲的就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什么呢 扩展工智方法 也就是静态方法 还有一种扩展方法呢 就是扩展实力方法 我们呢也分别都引试一下 扩展静态方法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extend 这个东西 然后在这里面呢 就直接写一个对象就可以了 然后你怎么写呢 比方说我这里写一个静态的Messor 然后我们写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们就简单的搞个alert吧 alert一个SM静态方法啊 这是这个 你回撤了之后就给听到成功了啊 这已经是有了 有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 它多了一个static method 比如我们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那么还有一种扩展方法呢 就是给它添加实力方法 怎么添加呢 就是利用它的fn这个东西 然后你也调用它的extend的方法 这个里面呢 给一个gQuery对象 一个json对象 是不是 然后比方说我们这里 取一个instance method 跟刚才一样啊 function 这里就写一个alert实力方法啊 回撤这个方法就出来了啊 反而不是一样的啊 就是个gQuery对象 那么你这个怎么测试它呢 比方说我们选一个这样的东西 然后就可以这样写一个instance method 回撤 好 这个正常运行 是不是 这就是扩展两种方式 一个是静态的扩展 一个是实力方法 扩展啊 当然我们这种扩展只是为了引试 不是按照 没有按照官方的那个插件的鞋 所以在至少比方说这个地方 你进行扩展的话 你要考虑它是不是还要支持 链式操作 因为我们上面这种方式很明显 是不支持链式操作的 比方说我想缺了它那个宽度的 那个样式的值的话呢 它就会报错 在那个弹出来之后呢 它就找不到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那个instance方法呢 没有进行链式处理 所以到这里就断掉了啊 就结束了 所以它就没有instance方法啊 这个了解这些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回顾啊 这些课就由心讲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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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